這個... 這個鄭文燦的案子 現在還在桃園地院 在開庭 Right now 你現在是第三波 再下去就變... 就像網路上講 快變夢禍了 七情七重 那不管怎麼樣 他院檢現在在打的焦點 是慢慢凝聚的 好 高院發回理由 我們先看高院方案 他講實質影響力 就是翻了更白話 鄭文燦放在外面 到底會不會串正 逃亡應該還好啦 串正到底會不會 還有沒有不知道的總警察 沒有被拉出來 那鄭文燦在外面 會不會跟那些人 有一些影響 特別是在政府裡面的人 中間的白手套的失落的環節 會不會有這個高院說 你第一月你要去弄清楚這一點 如果弄不清楚 確定地檢署 沒辦法完全 地檢署那邊也是搞不清楚狀況 那可能是不是要壓起來 好 這個專業技術交給那邊處理 但是呢 這個過程因為涉及政治人 而且非常大咖 前行政院副院長 前乃及會董事長 所以大家一定會政治解讀 看什麼 當然不是鄭文燦本人 鄭文燦本人已經涼掉了 現在在地院很涼 那邊冷氣應該過沙 對 但重點是 能不能擴大哪幾面 黃國昌想要擴大哪幾面 打誰 濁龍海等人 打吳釗燮等人 為什麼他手張有一個便簽 他這個便簽上面有這個 涉案人的相關的文字 這個就可以牽連了 黃國昌說你看 獲得了這一張 總統府便簽 是不是鄭文燦隊瞧瞧了之後 一條龍包辦到 好 我們現在其實也不叫一條龍 我們專業公用語叫一站式服務 一站式服務到好 好 但重點是 我幫大家補一個重要脈絡 這個案子到現在都還沒過 對 然後就是 很早之前就是當機了 後面就一直審都審不過 為什麼 我們真的必須去看 那塊地的現實的狀況 因為它是坡地 而且主要是墳墓 旁邊的一些農地 真的是很不好弄 那你要弄 也不是說一堆官員說 給他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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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人家斜了一堆坟墓 你是要怎樣 你要去想一個辦法 讓他去比如說做改善 或是用更大的方式去通販監道 所以實質上不過這件事情 你講說什麼一條龍符符 一般我們講一條龍符符 是包辦到好啊 哪會有包辦到不好 而且現在關鍵就是 那個錢會被退回去 如果真的有這筆錢 這筆錢也真的退回去 有這個流程的 那就是因為沒有做到好 好 所以黃國昌想表達什麼 沒有表達什麼 他就是要趁這個新聞 以免說被人家講什麼 你不是一天到晚來追鄭文燦 你說鄭文燦很多案子 為什麼沒有這一條 他可能一看還真的沒有 趕快補一份 趕快補一個作業出來 大法官的作業交不出來 這個補得很快 趕快去弄一份 那當然現在大家會說 這份文件 這個籤要嘛就是白手套本人 要嘛就是鄭文燦 因為它上面有字 你要嘛就是被查call的證據 不然黃國昌手上怎麼會有 以我對於他過去 處理事情的方法 我覺得他可能會透過部分媒體 去取得 這是他取得資訊的一個方法 不見得是有人丟給他 他可能會叫自己認識的媒體人去找 是不是有一些在相關線的媒體人 透過這個方式去獲得 那當然會有泄密的問題 要不要查當然要查 就是證據耶 這真拿不公開東西的證據的一環 怎麼會這樣露出去了 好那當然現在類似的這個消息 釋出的東西 我認為大家因為 都是想要推進進程嘛 一邊想要壓一邊想要交綁嘛 大家都會持續的丟一些東西出來 不過我認為啊 這個真相大法一定很多年之後 現在跳進來的 絕大多數都只是抽了那 而且因為法院本身的東西不公開 除非是他在地院 他在發新聞稿的時候去提到的東西 其他幾乎都是傳聞 大家不要把傳聞 和真的地院公開的東西分聊 有時候會說 做出一些太過大膽 或直接偏料的推論 那再來就是說 後續的政治影響力 因為LINE自己講過嘛 總統自己講過就是說 無言無縱 很多人說那是不是就是 LINE就是要去迫害 鄭婉燦一定要他怎麼樣 我的解讀是 他意思是開綠燈 就是說你真的要辦 我們都不會有任何紀錄 因為實際上很多人說 指揮檢察官 拜託 我在這邊還是要跟各位 很誠摯的去說明 現在年輕人誰管得住啊 對啊 那個地檢署檢察官 人家不是說那是 許曉欣的同學嗎 你去跟他講說 你去辦鄭婉燦 我告你電話 你就打給許曉欣了 我跟你講 這個賴清德教我 這種八卦一定會辦 現在年輕人誰控制 看台的各位 也都認識很多人 大家都有開公司 跟與人相處今天 一件事情交辦下去 底下人做得好嗎 長官交辦給你 會不會做出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真的不要想像 有一個神秘的陰謀在這邊 對 這個案子要發展到什麼程度 有什麼樣的證據 該辦成什麼樣子 我們就目前就交給司法單位 讓他們依法依禮來進行功 最歡樂就是含金量最高的 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力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紅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廣間十二點友善記錄版 等你一起來